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证查出病了 那查出病了以后呢 送健康啊 明白了 送健康 你这种人我明白 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消瘦保健品 还送健康 你这种人 你就是骗子 你还要脸吗 你还要脸吗 我不要了 你说我干嘛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我怎么成骗子了 我刚才上来 我给大伙带礼物 礼物呢 忘拿了 那懂个包袱吗 这是包袱吗 听见了吗 喊玉 讨厌 我住大伙身体健康 真是好话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不是 我那意思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我想说 我就问问你怎么住的愿 我让你弃住院的 怎么着 我真成骗子了 你就是骗子 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你关心谁了 谁有病 我关心谁 那你知道谁有病 你就有病 什么 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就我这意思 我能有病吗 你别态当 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 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 大伙也见证一下 我有没有这实力 不要钱 分文不取 那行 可不可以 请您账号 你看这体型 你就是水刚成精的你就是 你还没病呢 什么话 你颈椎有问题 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你带手机了吗 随身携带 平时玩吗 嘿 这你算问对人了 我最爱玩手机 这就是病 这是病 走道俩眼发晕 脖子发僵 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 这些现象有没有 还真有 低头族这就是病 这就是病 行行行 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干嘛 好多低头族的 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他们玩就没事 你玩就不行 我怎么不行 你比他们寒陈 有关系 我不说话了 亲爱的朋友 您上眼看 您看这张脸 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不一样 咱们哪不一样啊 没下巴 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 你看他这摊摊一下的 没有啊 不不 这也不是啊 干嘛 这个我没下巴 这是天生的 天生的可能吗 天生的 你父母有下巴吗 有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有 连邻居都有下巴 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啊 那我那下巴呢 问得好 这是因为你长期门手机 导致颈椎变形 所以说脸一点一点 开始变短 现在这是没下巴 很快你就没嘴 鼻子 很快你没脸了 没脸了 没脸了 那我怎么办呢 痣啊 痣怎么痣啊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 普通的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 这我知道 疼痛转移法嘛 说这人胃疼 胃疼就掐虎口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 来缓解胃疼 对对对 疼痛转移法 你就这么治 你就治吧 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你别掐虎口啊 你颈椎有毛病 那掐哪儿 掐脖子 掐多长时间呢 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 要这么治 什么烦恼都没了 多新鲜啊 我都掐死了 还有什么烦恼 谁说掐死了 你不告诉我掐脖子吗 掐哪脖子 不这个脖子 脚脖子 脚脖子呀 哪你不早说这么 不是这 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你说什么 这办法不行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不行啊 用我的产品吧 什么产品 脚盆 问您等会 干嘛 我治静椎们用脚盆 问的好 俗话有一句叫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 双脚就是你的根 你的病不从根上治 你能治的好吗 就用脚盆 再着说我这脚盆 不是一般的脚盆 那是太极八卦盆 太极八卦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 哪个又叫八卦 太极有八卦 八卦在太极 太极分两一两一生四象 四象 一样才成八卦 八卦又分为千杆 跟震训离坤队 修生上渡 情死惊开 根据不同的时辰 脚踩不同的方位 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行 强身健体的功效 不是 这就能治好 医疗成见效 那多少钱呢 248 248 248健康幸福 大义回家 248 说半天 花两百多 我就买个酒盆 我说让你买了吗 你不是说一个酒盆248吗 您是名人 对于您 怎么送 免费的 分文不去 那我要了 拿走 谢谢 名人嘛 真好啊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 盛老师 我才说几分钟 你满头大汗了你 这不知道 我这人爱出汗 太大意了 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 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 你这是病症 你是肾虚呀 太大了 肾虚 肾虚分为两种肾 阳虚肾阴虚 你是双肾腹肿 压迫你的腰椎 导致你腰椎肩盘突出 突出了吗 三四节突出 已经突出了 我一看就知道 是吗 这是现在 再过俩月 你人在这儿 腰肩盘在这儿 以后再想出门 你得扛着大嘴走 知道吗 别呀 干嘛 赶紧给我泡盆里 盆是这颈椎 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用我的产品呢 什么产品 雷皮电机 嗷嗷爽大高药 这什么名字呀 还嗷嗷爽 舒服的状态 舒服就嗷爽 对 嗷爽 雷皮电机嗷爽 我们这个高药 由147位中草药组成 为什么用中药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有道理 再者说我这高药 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置 84岁 高龄啊 多谢谢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这是中医吗 中医叫外国名字 是中国人 但是 在66岁 73岁 84岁 这三个阶段 挑养海败 渡劫去了 国外过撒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 就为这高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置 就这高药 我不敢说起死回生 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是吗 这好啊 这叫高药配脚盆 用完有精神啊 这真好 真好人这个 送脚盆还送高药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 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 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别提名 给您打一打折 你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 五百一千两千 你来哪个 来什么来 我说了半天还是药去 还两千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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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药不要 我就不要 你看这个模样 讨厌你爱药不要 我不要 因为我们这个高药 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有什么苦恼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就那个 亚历山 就那砍上的老头 84岁老中医啊 研发完成 就用了一天五百的高药 悲剧发生 悲剧呢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不幸去世 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三岁的儿子 等会 84岁 对 还有个三岁的儿子 就用了五百的一天 那他老伴贴什么呀 贴俩 俩高药 双短齐下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 这是好事 乱套了 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书啊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乱了吗 这是我乐意啊 这好啊 这梯子能要孩子啊 这这这我乐意啊 你要这个吗 我有需要啊 是吗 那我们这五百一千两千 你来哪个 两千 最贵那个 五百的来四天 你是真会过你是 行你先把钱给我吧 太好了 你先拿过来吧 你先 你给我高 高要在这儿 你看到吗 这不两天了 这还有啊 你别着急啊 我跟您说啊 我这四天我不是光自己 我自己两天 我给我表哥带两天 他也要孩子啊 嘿 我是结婚一年没孩子 我表哥结婚五年没孩子 太好了 不是那个 他用五百的不行了 五百 他用两千的 两千的 你这样吧 你带着我找他 我现场给他看 那太好了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就 行行 他是哪单位的 天津市公安局 他是门卫 门卫干嘛 扫地的 寶寶 他是那个 经侦警察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就打击那个 经济犯罪和诈骗的 五年了 天天忙 没时间回家 你说这哪能要啥孩子 你这钱我不要了 你这钱 我不要了 你把高要给我 那不行 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我看不了他那病 你爱找谁找来 您不是大夫吗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 你给他贴高要 你什么高要 这不是高要 那这是 暖宝 好